开学护眼第一课 科学用眼很重要 我们如何该让孩子 在使用这些电子产品的基础上 还能够有效地来护眼呢 最好是在使用电子产品 20分钟之后 然后向远跳 6米外的距离远跳 大约20秒以上 那么对于已经近视的人群来说 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 控制住这个视力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是吧 会给您提供 环境生活上的一些控制的建议 然后的话还会有一些 专门的一些视觉功能的训练 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的这种建议 也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来提供给您 做近视手术前 这些干货要了解 我特别想问一下 这个手术它适用于所有人吗 前提还有就是你的近视度数 确实在近两年 它是比较稳定的 它的增长是小于等于50度的 就是25度或者甚至不长 这是最好的 让孩子科学护眼 收心脸性 今天这份开学护眼指南 不容错过 健康朋友圈 健康点子王 大家好 我是临健康路上的好朋友白杨 欢迎我们的健康情报员 小于 健康情报员 搜集一手健康情报 为您的身体做出最简明 最实用的健康判断 大家好 我是小于 欢迎 欢迎我们的小于 小于爱玲 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健康情报员 赶快和大伙说一说 最近咱们的圈儿有 又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了 那今天咱们俩就给大家伙 好好来嘎以解贺 小白 这不最近马上开学季了吗 有不少圈儿有向我们提问了 说自己家的孩子 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差了 寒假的时候呢 孩子们常常处于 眼睛很忙的状态 长时间的看电视 玩手机 打游戏等等 再加上做西饮食的不规律 这马上快开学了 眼看着孩子 视力是越来越差 家长们哪 真是干着急 不知道怎么办事好了 这孩子的视力 到底该怎么保护呢 嗯 这个问题呢 咱们家长们也别太着急 让孩子科学护眼 收心脸性 这份开学护眼指南 咱健康跑圈 给大家伙全方位的策划 特别来邀请我们的专家 解答您的难题 而且我觉得这份指南吧 不只是我们的孩子 特别的需要 就像我们每天 面对电脑的这些上班族啊 而且还有这些 特别爱玩手机的一些圈友 大家伙都不能错过 好了话不多说 赶紧邀请我们今天的权威专家 沈阳核饰演科医院 胡兰主任 让我们的胡主任 给大家伙好好讲一讲 如何科学护眼 掌声欢迎我们的胡主任 胡主任你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沈阳核饰演科医院的 胡兰医生 本期特要嘉宾胡兰 沈阳核饰演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演科学及临床演示光学硕士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演科学分会经验委员 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演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辽宁省医学会演科分会 世光学组委员 辽宁省医学会演科分会 经验委员会委员 欢迎欢迎胡主任 胡主我知道 每年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演科医生 最忙的时候开始了 是这样的 每到假期的时候 确实是我们小儿演科 最忙的时候 那我今天呢 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根据我们那个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的中国演健康白皮书的 这个数据显示呢 目前我国的这个青少年儿童的 这个见识的发病率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六岁儿童的发病率 也有大约14.5% 到小学的时候 发病率大约在36% 初中的时候呢 可以达到了71% 那高中生呢 一般就是81%左右了 那在这个数据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第一 我们呈现了一个 近视高发率的这么一个状态 第二的话 我们的近视 还呈现了一个低龄化的状态 因为在六岁没有入学的孩子 也有很多已经出现近视的 这种状态了 刚刚我们这个老师啊 给我们出现了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看完之后 真的是让每一个家长 都特别的担心 我特别想问一下 我们的主任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我 我现在这个青少年的儿童 这么多得这个近视的 是不是平时我们 经常看一些 这个电子产品所导致的 近视呢 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 那它呢 本身是一个综合了遗传 和环境因素的一个疾病 就是无论是遗传因素 还是环境因素 它们综合起作用 导致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 那作为遗传因素来说 就是如果我们的家长 有近视 尤其是高度近视的话 孩子是很容易出现 这种近视的状态的 然后环境因素呢 那就有很多了 那比如说我们 不爱做户外的运动 然后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 玩手机呀 看书也好 那还或者是 饮食习惯不好 很爱吃甜食等等 很多复杂的因素 综合在一起 让我们的孩子 形成了近视 那刚刚我们主任 跟大家说啊 这个我们能够形成 近视的影响因素 它是有两个的 一个呢 是我们的遗传因素 而另一个就是这个环境因素 我们都知道这个父母的遗传因素 我们是没有办法所改变的 那说到这个环境因素 因为现在啊 这个时代飞速的发展 电子产品可以说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是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的东西 那么也正是这些东西 让我们孩子变成了近视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该让孩子 在使用这些电子产品的基础上 还能够有效地来护眼呢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 我们这个电视机前 很多这些宝爸宝妈 特别想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是这样的 因为孩子现在的学习 是有很多是跟电子产品离不开的 然后的话就是 那我们在孩子 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呢 主要让他控制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 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那我们也有一个小妙招 比如说我们孩子 如果必须要使用电子产品 最好是在使用电子产品 二十分钟之后 然后向远跳 六米外的距离远跳 大约二十秒以上 然后如此往复下去的话 会让他的眼睛 在使用电子产品之后 得到一个相对应的放松 就是通过这种 进行式的休息的方式 能够让孩子视力 有一个短暂的调节空间 是吧 对 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在使用 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 需要家长能够选择 合理的电子产品 比如说我们要注重 这个电子产品的屏幕大小 如果说我们可以 适当地放大你的电子屏幕 它的损伤会更小一些 就是尽量 能不用手机就不用手机 我可以用iPad 但如果我没有iPad的话 我可以用到我们的电脑 或笔记本电脑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手机上的 这种节目 投屏到我们的电视中 让这个电视的屏幕更大 这样就是会更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是不是看这种投影仪 对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视力 能够更加的好一些 对 因为投影仪的话 它属于一个相对 看远距离的一种方式 但是投影仪的选择也很重要 投影仪有投影仪的问题 因为它的清晰度 没有我们的电子产品高 所以如果说你选择了一个 清晰度不是很高的投影仪 然后使用的时候 环境光又打得不好 因为投影仪它比较容易 受我们窗外的环境光的影响 如果有反光的话 会影响我们的清晰度 所以如果使用投影仪的话 一定要选择 清晰度相对比较高的投影仪 然后在白天使用的时候 可以相对的话 做一些遮光的处理 拉上窗两儿 对 会相对好一点 但是就是无论你选择投影仪 还是电视也好 使用时间是最主要的 要控制的 老师 那刚刚我们说了 这个用眼的时间的问题了 我觉得更好的方法 还是应该让我们的孩子 多去户外进行一些运动 这样能够对我们的视力调节 更有帮助吧 对 是这样的 就是户外运动 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来控制和延缓进食度数增长的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 在每天的户外活动 能够保持在两个小时以上 但是这里我要强调 是指的白天的户外活动 如果你夜间出去 没有日光的情况下 那它的户外活动的效果 就不是很好了 尽量白天 每天能够玩两个小时以上 这是更好的 那刚刚我们的主任 您也说了 这个用眼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我们的家里 您建议什么样的环境 是有利于我们保护这个视力的 比如说我们在选择给孩子这个桌椅呀 或者是这个护眼灯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是这样的 就是选择桌椅的话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 希望家长能给孩子提供这种可调节的桌椅 因为孩子他在出一个发育期 他的个子在不断地长高 那我做一种可调节的桌椅 会根据孩子的身高 来调节这个桌子和椅子的高度 给他一个更良好的一个写字的一个姿势 然后的话 那有一些孩子我们可以看到 他写字姿势是不好的 他有的时候可能双头盘到这个椅子上面 或者是歪头写字 对对对 那这个的话需要家长给孩子一个 合适的一个座椅的高度 然后并且能够强调和关注孩子的这个写作 或者是用眼的这个姿势 那至于台灯的话 就是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一定要选择 没有闪平的台灯 那这种好 我如何判断这个台灯 有没有闪平 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手机的这种摄像模式 如果我打开我手机的摄像模式 对着这个台灯的这个灯光的话 那我们的屏幕出现这种闪烁的状态 那说明这个灯光可能是有闪平的 那这种灯光就是不合格的 就不太好 因为在这不停的闪平当中 会让我们的眼睛带来 很明显的一个失皮疗的症状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台灯 最好也是能调节光度的 那会根据你不同的用眼环境 来调整你这个光强的这个强度 但是台灯如何选择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台灯 它的设计上 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日外光线 就是户外光线的那种光亮 所以再好的台灯 它也没有你去给它做户外的这种 日光的这种照射 沐浴阳光 它的效果要好 通过刚刚胡主任的介绍 我们知道了遗传和环境 是导致孩子近视的两大罪魁祸首 那想要预防近视 胡主任给大家的提示是 首先要避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 在使用电子产品20分钟之后 要向6米外的距离远眺20秒以上 其次在白天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 这些都是很好的预防方式 那对于孩子的学习环境 挑选可调节的桌椅 和使用无闪屏 可调节光度的台灯 都是很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些单转 农产九哥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完 原时生活全品的有机商城 甄选全国3000余款有机好物 所有在售有机商品 均具有有机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有机证书 200至500项以上的农药残留检测为零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请北本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来自 沈阳和视眼科医院 胡兰医生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 近视该如何防 如何控 刚刚我们胡主任 已经跟大家详细地说明了 如何来防止得近视 那么对于已经近视的人群来说 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控制 和重要的是吧 是这样的 就是青少年儿童的话 如果得了近视之后 近视它是一般来说会足不增长的 要发展到大约18周岁的时候 才能达到一个稳定 所以一旦青少年近视的话 我们肯定是建议它到专业的眼科机构 和眼科的这个门诊 去做进一步的这个诊疗 那这个诊疗里就要包括医学的验光 然后的话 常规的眼不健康的检测等等 双眼视觉功能的检测 因为通过这些检测之后呢 医生会根据这个孩子的具体的情况 他的近视的类型 来做一个更针对性的 一个近视防控的一个建议 那会在你的这种光学矫正的镜片 比如说你所戴的眼镜上的选择 会给你提供药物方面的选择 会给你提供这个环境生活上的 一些控制的建议 然后的话 还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 视觉功能的训练 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的这种建议 也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来提供给您 所以的话就是 一旦您近视的话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起到延缓和控制近视度数增长的作用 但这些方法呢 需要听从专业医生的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家长们 带着我们的小宝宝 到我们这个专业的眼科医院 来进行这个评估和测量 是这样的 另外就是像我们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比如说有戴那种 OK角膜塑形镜的 还有这种正常的框架眼镜 其实那么对于这些近视的人群来说 他们更加关注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近视眼的手术问题 很多人都想通过这个手术 来解决自己的难题 我特别想问一下 这个手术它适用于所有人吗 近视眼的手术并不适合于所有人 首先对于在青少年期 近视发展的过程中 这些孩子 它是不适合做近视眼的手术的 因为的话 它的近视度数并不稳定 做完手术之后 它会重新再重新 对 重新再从小度数再重新出现近视 所以的话 如果您是一个近视眼 又想摘掉眼镜的话 那你首先第一条 就是你这个近视眼的手术 你要选择在你18岁以上 前提还有就是你的近视度数 确实在近两年 它是比较稳定的 它的增长是小于等于50度的 就是25度或者甚至不长 这是最好的 这样做完手术之后 你相对来说 反弹的几率是很强的 就是能够保证 我们这个效果更加明显一些 对 除非说它做完手术之后 还是很剧烈的和强 就是大强 大强度的去用眼 有可能会再重新近视 首先 所以说近视眼手术 并不适合所有人 首先它要适合的是 18岁以上的一些 近视度数稳定的人群 第二的话就是 近视眼的手术 它对你的眼睛的要求 还是很严格的 近视眼的手术 术前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检查 而这个检查是判断 你的眼睛做完手术之后 是不是安全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存在一些眼部的疾病 或者术后存在一些 眼睛的风险的话 那医生也不会建议您 去做手术 所以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 在现在观众朋友们 有想解决近视的这个问题 那你一定也是要到 专业的眼科机构 去做一个详细的术前检查 来判断 你是否可以接受这个手术 所以说这个满足 我们这个条件 还是有门槛的 这第一 就是要满足18周岁以上 并且这个眼睛的度数 我们要相对比较稳定 每年增长 不得超过50度 是吧 所以说 那如果说您符合这个门槛的 我们再要进行 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检查 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这个近视眼的手术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现在已经有很多种了 是吧 那到底这个 我们自己适合哪种 我们该怎么选择呢 这个实际也是 刚才一样的问题 因为您适合哪种手术 那也是需要医生 根据您的眼部健康来判断的 比如说您的度数很大 但是您的眼角膜又比较薄的话 您可能就要做一些 表面切穴的手术 但如果您的检查 就是都很合格 那医生会给您提供多种的手术 那您就根据您自己的经济状态 或者是术后护理的情况 还有医生给您交代的这种 各种不同术式的 这种相对安全性的这种状态 您再去选择您的手术方式 那主任我想替咱们电视机前 很多这些圈友们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呢 这是我们很多人 都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 毕竟我觉得这个眼睛 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地方 是这样的 对 因为这个手术 它属于一个颈上天花的手术 它只是帮您摘掉你的眼镜 它并不能解决你 GIS所带来的其他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进手术了 眼睛会变长 以前我们也都知道 眼轴会拉长 那你做完手术 你的眼轴该长 它还是长的 所以长的眼轴 它一样会形成高度近视 相对应的一些 眼底的一些疾病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手术 它到底安不安全 还是取决于您术前的检测 如果您术前的检测 存在安全性的隐患的话 医生是不会建议您 去做手术的 对 但是如果您的术前检查 是很安全的话 就是你的眼部状态 很健康的话 您做这个手术 还是相对安全的 那主任刚才 我们说到这个安全性 可能我们很多 这个家长朋友 都特别关注 那具体这个手术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们的孩子在里面 他能够坚持住吗 是这样的 就是手术的时间呢 也是根据你选择的 不同术式 是略有不同的 但是大部分的 这个激光手术 激光时间都是很短的 而这个激光时间 是需要孩子绝对配合的 那这个激光的 一只眼睛大部分 可能十几秒就能打下来 十几秒钟就可以了 对 十几秒就能打下来 但是整个的时间 手术的过程 比如您的孩子 进到这个手术室里 您会觉得 他等时间比较长 因为这里还包括 他的等待时间 术前冲洗眼睛的时间 然后的话 还有这个 除了打激光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手术 操作的 其他的步骤的一些时间 对 是这样的一情况 但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做一只眼睛 大概也就十几秒 这个非秒的技术是不是 对 因为激光打 激光打的这个时间 是比较短的 就是十几秒的时间 那胡老师 那做完这种激光手术之后 假如说 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我还能看清这个世界吗 这个也是取决于 您具体做的哪种术室 有一些术室的话 表面切削的话 它术后要佩戴一个隐形眼镜 它的睁眼比较困难 可能它不会再马上 术后出来 就会得到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视力 但有一些术室的话 它做完之后 你出来之后去检查 有一些患者 就会恢复到一个 比较满意的一个视力 对 这个也是取决于 具体的这种手术的方式 让孩子健康成长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让世界感受到友善 还有微笑 创办一家好公司 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传下去 我做的 你也能做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来自 沈阳和氏眼科医院的 胡兰医生 给大家科普了 近视该如何防 如何控 那关于本期的节目 大家还有点些疑问呢 欢迎大家随时拨打 我们的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的胡主任来进行提问 同时 节目的更多精彩资讯 大家也可以下载 北斗荣媒客户端 一起来收看 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们的胡主任 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关于今天的话题 我们的主任 您还有哪些需要嘱咐 给电视机前的圈有吗 是这样的 如果在座的家长朋友们 对孩子的这个近视很担忧的话 首先我会建议您 到医院去给孩子建立一个 全面的这个 眼部的一个健康档案 然后呢 能够随时地观察 咱们孩子出现近视的 这种可能性 如果说咱们家的孩子 已经近视了 那我们的防御控 就要做到我们今天 讲到的以上的这些点 尽量的话 选择近视防控相对来说 有效率更高的产品 然后的话 能改善我们日常的 这个生活的环境 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孩子 延缓近视多数的增长 非常感谢我们胡主任的分享 那胡主任想问一下 您平时的出诊时间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的出诊时间 一般是周一和周六 然后呢 家长朋友们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 和视野科在线上 可以预约挂号 那么有就诊需求的圈 我们大家呢 可以提前地来进行 预约和挂号 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我们主任的分享 对啊